男人这样表现,对于女人有致命的吸引力,你心动了吗? 男人什么样的表现对女人就会有什么样的吸引力? 表现不同,带给女人的感受就会不同。 想让女人觉得你很有魅力,想让女人被你紧紧吸引住, 你就要懂得怎么在女人面前表现。 这几种表现你是否有果? 第一,在女人面前够自信。 自信是一个男人的魅力,如果你给女人的感觉是自卑, 那会让女人觉得你这个男人并不是那么可靠。 而且自信是男人生活的态度,只有你有自信的生活才更有出路, 你们才会更有未来,所以自信在男人身上是最不可缺少的东西。 第二,做事情的时候够专注,毋庸自宜最认真最专注的男人, 也同样会对女人有很大的吸引力。 你的专注是你吸引女人最大的资本, 哪怕你是一个很普通的男人, 你的专注也同样会成为吸引女人的力气, 只是你能否做到这样专注,能否做到这样认真呢? 第三,面对女人的时候情商高, 你情商越高,你在女人面前就会越有资本, 你吸引女人的方式也会与众不同, 你的情商也同样决定了你能否被女人看中, 而且情商也决定了你事业的高度。 因为有情商的男人,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会让人更舒服, 在生活面前也会让人更容易让人接近。 这三种表现如果你身上都有, 那你就会对女人有很强的吸引力, 女人在你面前也会因为你的吸引力而更看中你, 你也会成为女人眼里的黑马, 这样的表现你身上是否会有。